那么下面咱就进入到今天的课程 咱们昨天呢 把http简单介绍了一下 怎么去完成一个简单的服务器 那么今天咱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继续向下做 这个web服务器呢 就是讲的言之咱们做的 http是个web服务器 咱们昨天实现的时候 是不是仅仅是用单任务 是不是来实现的吧 也就是说我为你服务完 我就为下一个 为你服务完为下一个 那么所以说呢 在这个地方是单任务的 那么既然咱们想做一个服务器 那肯定是同一时刻 尽可能的服务的越快越好了 所以说呢 咱们接下来要把咱们 之前用学过的多进程 多线程以及写程 几一问题咱们都用上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新建一个文件夹 makedir 然后呢python-10 然后我copy一份python09里边 有个零次 这是昨天咱们写的最后一个版本 然后呢 把它烤到python10里边去 好了 我接下来cd到python10里边去 好了 到这里边来了 那么我接下来干净什么事情呢 我就直接copy一份 我就以它为例 我copy一份 copy比方说05 copy04 copy04 然后叫05 然后呢 使用多进程完成 这个 http服务器 好了 vrm05 来同吧 我接下来既然想要用多进程 那么你觉得咱们应该干什么 首先第一点 咱们是应该multiprocessing 把这个根本导弱 然后接下来回到曼函数里边去看看哪个地方应该加业头吗 我现在基本上会卡到哪个位置呢 我等待一个用户的链接的时候 我接下来为他服务 我在等待一个用户链接的时候 我再为他服务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我就好比是一个银行里边的那个服务的人员 我就是好比那个窗口 这个服务完了呢 我再去问下一个 哎 然后呢 服务完了 我再问下一个 服务完了 我再问下一个 我为了提高我的运行效率 我可以这样 每接收到一个请求的时候呢 我干脆开一个进程 让这个进程里边的县城 是不是就为他服务了吗 那这个是不就做到了吗 咱们说过了 进程是资源分配的单位 真正在做事情的 是不是那个子进程里边的主县城在做事情啊 那咱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因为县城是在真正做事情的东西 那么咱们只要创建了进程 那里边再带一个县城 那不就完了吗 好了 第一种咱们用进程来实现 那么用进程来实现呢 经过简单的分析头吧 咱们效率卡在哪位置呢 就是说你accept必须还是一个 accept还是一个 因为用它来接收 只不过接收到之后呢 将来分配任务的时候 咱们可以让多个人来去做 听到我意思了吗 打个比方 我再给你说的最后一个比方 就是例子 比方说有可能你的亲戚 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你将来你的孩子上大学的时候 去报道 或者是你原来上大学的时候 你去报道 那么你去报道的时候 往往那个地方接待的人员 也就那么几个人员 对吧 没错吧 那么你在那个地方就排队 如果那个地方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在工作 那么也说 首先来检查你的准考证 你的什么学论证 没有学论证 你的身份证 乱七八糟的东西 检查完之后 带着你把你安排到宿舍 然后回个头来 再去检查下一个人的学论证 下一个人的这个什么什么身份证 带着把他带到宿舍 是不是很慢啊 那么干脆怎么着呢 一个领导在那个地方检查 检查完了之后 说张三 你把这个同学带到这个宿舍 来 又检查下一个同学的时候 李三 你把这个同学带到他的宿舍 请问 是不是有一个相当于分配任务 是不是接下来那些东西 那些小弟 是不是接下来就干事情了 那么人说 咱们让accept 还是用一个警察的去做 只不过呢 接下来服务的过程 让一个新的警察去服务 听懂了 OK 那么接下来 Multi-Processing 第二 Process 那么在这个地方 咱们指定 Target 等于什么呢 Service Client 需不需要传探数 传什么 ARGS 等于一个原本 现在把多块写上 别忘了 接下来是不是NewSocket 是不是一定得传进去吧 为什么我会知道 写这个东西同板 你要想 我单独在掉这个函数的时候 是不是要给它传东西 现在我是开一个进程 让这个进程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你已经指定了进程去哪执行 但是将来去执行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探数 扔过去啊 不就完了吗 因此这个地方呢 就应该这么多 好了 把这句话呢 挪到它前面去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 咱们找个P 指向它 然后P点Start 请问接下来 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运行了吧 还需要给别的东西吗 没了呀 不就这么简单吗 没了呀 就这么简单 来 来 先讲 拍点三 连我都讲 并行了 断口 七八六两 接下来 我刷新一下 刷新 大家有没有发现 好像有个东西 是不是在转吗 还有个东西在转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我把它关了 这个地方 我加上一句话 大家再实验一下 加上一句话 然后呢 在背后的这个位置 加上一个东西呢 叫做NewSocket.Club 加上这么一句话 你先别管加上这句话的论质 你先看效果 他说了 FailNotFound 哎 为啥FailNotFound呢 对吗 这个地方有那个 点斜杠 HTML文件夹吗 就是有那个HTML文件夹在当前路径吗 没有 你没考过来呢 Copy上一层路径里边的Python 09里边 有个STML文件夹 把整个文件夹 考到当前路径 干什么 哎 干啥呀 忘了吗 考文件夹干啥呀 走 过来 好了 这个文件夹是不是就过来了吧 大家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又说你的服务器在哪 是不是应该需要用到的资源 是不是就应该放到哪去吧 或者说你指定一个绝对路径 那也可以 来 接下来咱们再运行 Python3 然后05 走起 来 接下来我再去刷新 Index 走 点 点 点 同意吗 是不是没有出现那个转圈的现象了吧 是不是说明了这个 我刚刚加了那句话 是不是生效了呀 那为什么我加了这句话 他就生效 不加这句话 他好像觉得转圈呢 你看见 这一句话是什么呢 New socket的close 你没发现 咱们原来那个贼近村里边 也有New socket的close了呀 那这到底 为什么需要调用两个close才行呢 存闻切记 它是这样的 大家是否还有印象我原来说过一句话 用process创建一个子进城的时候 子进城会复制附近城的资源 说过这句话吧 除了一些像PID这些东西之外 当然还有一些自己独有的东西之外 基本上所有的数据 是不是都是考的附近城的东西了吧 我还说过一句话 能共用就共用 实在共用不了的情况下 是不是接下来 是不是真正的复制一份啊 比如说代码 它能共用它就共用 就叫写式拷贝 对吧 那么看到这个地方是否就会出现了这么一件事情 我的主进城里边的主线城开始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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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卡到这个位置 当一个客户端去练一句话的时候 这句话截堵塞 这句话一截堵塞 我接下来创建了一个进城 请问也就是说 以当前的这个红颜色为我的主进城里边的资源的话 我只要一定要用Process 那么是否也就意味着会有一个子进城 这个子进城里边的资源 是不是接下来 是不是相对复制了我附近城里边的东西了吧 那么它会复制什么呢 像原来所说的 线程间共享全球变量 进程间不共享全球变量 一个特点就在于 你复制了一份 你这个进城用的是你的全球变量 你这个进城用的你的全球变量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东西会复制 全球变量以及局务变量 这些东西都会被复制 那么同学们也就是说 你刚刚在调用这句话之前 你所定义的所有的变量 直白点说都会复制一份 那么要我说什么意思了吧 好了 那么我复制一份最后的效果是什么呢 注意看 刚刚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东西叫做New Socket吧 那么请问我复制完之后 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有个东西叫做New Socket 那么自进城里边想必呢 他也会有个东西叫做New Socket 那么我要问你了 一个 Socket标记一个客户端 一个 Socket标记一个客户端 那么岂不是我现在变成了两个客户端 标记的俩 还是一个呢 这两个到底是谁标记的 你刚刚链接你的那个对象呢 同学们 他们两个标记了一个客户端 那么对这个地方的简单来说 同学们简单来说 在Linux 里边呢 一切设备接文件 有这么一句话 一切设备接文件 什么东西叫做文件呢 我打个比方 你的普通文件 1.py 这件文件 你的压子包 这件文件 甚至是你的键盘 显示器 鼠标 光标 鼠标 显示器 打印机 然后以及你所插的外围设备 比方说像耳机 比方说像网卡 这都叫做文件 也就是说你这个地方简单了解 在Linux系统里边 把一切都抽象为一个文件 你接下来不是想往屏幕上显示个东西吗 把屏幕抽象成一个文件 你只要write 往屏幕的这个write里边写 那么将来屏幕就显示东西了 这么说能理解什么意思了吗 你接下来不是打印机吗 你接下来你只要把打印机 抽象成一个文件 你想让它打什么 你只要write 往里面write写 那么将来打印机 就打印这么多下 那么也就是说 屏幕 键盘 显示器 这些一只鼠标 全部对于Linux的人 统统都是文件 同理呢 你标记一个对方的这个套接字 说到底 它在底层也是个文件 也是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呢 它会有一个值 叫做文件描述符来标记 我怎么标记这个文件 我怎么标记这个文件 假如言为这也就是说 我怎么来标记显示器 我怎么来标记鼠标 我怎么来标记键盘呢 这些东西呢 是不是都是一定的规范了吗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像显示器键盘 鼠标 它们有一个值来标记 至于这个值是几呢 咱们不用关系 我只是打个比方 比方说012 012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实际上呢 它是这样的 实际上是这样的 就是真正的 我只是说真正的过程的话 就是0标记显示器 标准输入 标准输入 标准输入是0 然后呢 标准输出是1 然后还有个标准 拓误输出 就是拓误输出 然后呢 是2 简单言之 我怎么标记 哪个是键盘 哪个是显示器 哪个是什么东西呢 用数字来标记 默认 每一个程序 运营起来之后 最低了 你不是说 你的print 打印一个东西 立马打到屏幕上吗 对吧 那么实际上 一个程序 在运营起来之后呢 这个进程 一定会打开 三个文件 在三个文件 分别是键盘 显示器 以及显示器 那这个东西 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你有print 那么同盘 你掉的是print 没错 但是最终 会向这个1 里边write 一个数据 这样在屏幕上 就显的东西了 这个不需要 特别纠结 你简而言之 你知道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在Linux里边 键盘 鼠标 显示器 这些所有的东西 都是文件 我为了标记 这个文件 我得找个数字 0标记什么 1标记什么 0标记什么 1标记什么 2标记什么 3标记什么 4标记什么 听懂我意思了吗 那么同理 当你得到一个 套接字对象的时候 操作系统底层 实际上也有个文件 描述符 也有个文件 那么对吧 我怎么描述 底层的这个特殊文件呢 一定有一个值 默认0 1 2 已经被用光了 那么你能用的 最小的值是3 那么我为了描述 这个数字3 我找了个东西 叫做FD FD翻译过来 就叫做Fail Descriptor 就叫做文件描述符 文件描述符 那么这个文件描述符 就是一个数字 就是一个数字 那么这个数字 对应一个特殊的文件 例如网络接口等等 网络 接口 那么同学们 我想说什么呢 你原来Except 就有一个反复的套件 对象 对吧 实际上这个对象 对应于你的这个字 当你接下来创建一个字 进程的时候 请问这个哥们 是不是就会复制一份啊 复制一份 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这是应用程序 而这个是操作系统的底层 那么最终会把这个哥们复制一份 这个哥们复制一份 最后的效果就是 紫禁城里边的这个对象 也指向这个FD 那么也指向这个FD之后 最后的一个结论会导致什么呢 你的紫禁城里边 不是去服务服务服务去吗 当你服务完了 这个地方大家还记得是不是这个地方有个close 当你的紫禁城去掉close的时候 那么你并不会导致这个东西会关闭 为什么呢 是否还有印象 咱们说过文件的硬链接 什么东西 有一份数据 可有多个真正的文件 名 你说是个道理的吧 你在删除一个文件名的时候 remote的时候 你真正的会把那个文件的数据给它删掉吗 不会的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听懂了吗 也就是说咱们应用程序里边的一个资源 对应于套子系统解成了一个特殊的东西 那么你紫禁城里边也对应它 你把紫禁城确确实实掉了close了 但是你并没有关闭 因为还有一个人指向它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要在主进城里边调用close的原因 这么少理解了吗 我说一遍 当我接下来创建了紫禁城之后 紫禁城有一份 祖禁城里边是不是也有一份 我立马让祖禁城关闭 请问意味着什么 我立马让祖禁城的这个关了 请问它会删除吗 不会 随着紫禁城的运行 运行 运行 运行完了 到紫禁城再去 一定要close 请问 原来的这个已经关了 紫禁城再一定要close 那么它对应的这个文件描述服 只有一个人去指向它 请问这个文件描述服 是不是立马就会close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 紫禁城才开始启动 那么因为 你 赴紫禁城 都指向这个文件描述服 你紫禁城里边也有 赴紫禁城里边也有 你赴紫禁城里边如果不关 紫禁城里边就要关的时候 这个哥们不会关 导致了将来浏览器 在那个地方转圈 听到我说什么意思了吧 这就是问题 所在 好了 说到这个地方 最终呢 我再总结一下 不要纠结 你当做了解 所有的 李里普斯里边的东西 都对应于一个文件 我怎么标记一个文件 用一个数字 零开头 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默认 零一二已经被用了 你能用的最小值 是三个开始 操作系统自动给你返回这个值 你甭管 那么当我accept 得到了一个新的套件 这个是一个对象 它真正的底层 对应于这个文件 描述符 如果你创建了个紫禁城 紫禁城里边也会复制 附近城里边的这个对象 那么最终 你指向他 你也指向他 如果你的附近城不close 导致了这个文件描述符 有两个对象指向他 那么也就是说 当你的紫禁城close的时候呢 我的主禁城如果没有close的话 这个哥们不会掉用close 他不会掉用close 那么导致了将来 咱们的设计会数就不会开始 不会开始将来浏览器 就等待着服务器 接着发东西 他就在那个地方转圈 这就是问题的原因所在 能理解我意思了吗 这就是他 这就是为什么 要在这个地方加close 多近城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了 这是关于多近城来实现他 那么我要问你了 咱们在实现多任务的时候 是不是后面还实现了个多线程了 Copy 05 06 使用多线程来完成http服务器 .py vm06我打开 改什么 把multiprocessing改成threading 没错吧 一个文件里边可能用到了很多次的multiprocessing 我怎么一次性替换 书上一个冒号 回到冒号模式 百分号 百分s123g 在前两个反斜杠 前两个斜杠之间 书上你要换成一下 multiprocessing 换成什么 在第二个和第三个下个之间 写上threading 不管当前你有多少个 multiprocess全部换成threading 但是这个地方咱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process换成什么 对thread dw一个单词就不删了 thread 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我就用p也没问题吧 用p就用p去吧 对吧 你给人t也没问题 好了 看照 接下来06走起 接下来我刷一下 我看个现象 立马就废了 你看看他提醒了什么东西 bad fail descriptor 我刚刚说过一个东西 是不是叫做fd啊 fd 这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 这个单词的第二个字母 那么这两个翻译过来就是什么东西呢 货物的 就是bad 货物的文件 意味着什么呢 多几年之后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反而多现成就挂了 为什么 那么我要看大家的反应力 为什么 什么时候会复制附近城的字远 是不是创建进场 你刚刚创的是什么 复制吗 那不复制你附线城 逐线城立马掉了close 你将来你死线城再用 怎么着 必死无疑吧 有这个道理吧 你们俩共用一个又没有复制 你上来就把它close了 你将来此线城再用的时候 是不是将来你必死了呀 所以说同伴多现成之间 共享这个地方是不是也能体现出来呀 把这句话抹掉 多现成里边这句话不要 多进城里边需要加 好了 82打击跳过去 82打击跳过去 然后把它屏蔽掉 来再来一点 53 06 06 走起来打个六两切咱们试验一下 看了我这 刷新 走 点 点 点 全部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大家能体会出来这个意思了吧 好了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错误的文件描述符 就是所谓的文件描述符 就是那个特殊的数据 是一个值 操作系统给你的 你的这个套借的对象 进行指向这个值而已 好了 刚刚呢咱就完成了多进城和多现成的一个开发 那么接下来咱们大家稍微理解一下 把这个图呢 再去琢磨一下 我刚刚所说的指点 5分钟开始